一年一度的台中市摘星山莊荔枝節登場了 數百位的民眾齊聚來體驗採摘的樂趣 另外還能品嘗荔枝 在古蹟內一邊聆聽陶笛表演 一邊吃冰暑氣全響 活動宣布開始 民眾立刻一湧而上 百年古蹟內體驗採荔枝 結實累累的兩棵百年荔枝樹 原本開放民眾踩十五分鐘 不過大家手腳都好快不到十分鐘 荔枝果就被踩光光 仍然滿載而歸 台中摘子摘星山莊 為了一年一度的荔枝節活動 讓民眾踩果有個好體驗 半年前就開始籌備 悉心照顧施肥 這一次的報名非常的踴躍 像我們上網 我們要公布要一百組 結果在大概半天的時間就滿了 就九十幾組了 我嚇一跳說 趕快 趕快 我們還有一些公關組 冰淇淋感覺這樣子 很棒 哪哪也很棒 就是很涼 很涼 那你吃哪一種口味的 荔枝 現場陶笛月聲悠揚 民眾還一邊吃冰淇淋 一邊欣賞陶笛表演 大樹下乘涼 氣氛悠閒 瞬間暑期全消 記者 科技高林英珠 SNG小組報導